大家好,來到智乎通的股市自由針 差不多到第一季的季尾時 又是時候想想,如果做一些中長線部署的話 年底來說,還有一段時間 應該如何調配資產呢? 今天就要和專家一起談談 西文你好 你好,一婆 如果說到今年,仍然好像回到去年的情況一樣 有幾個問題仍然困擾市場 我想就是疫情的反覆 雖然看到很多西方國家 已經在疫情的一些防疫措施當中有鬆綁 但始終變種病毒說來就來 第五波第六波可以來得很快很急 始終還是有個隱憂 另外就是關於供應鏈的問題 亦都是因為很大部分原因就是源自疫情 我們看到一些港口的阻塞 或者我們都說塞船就變成新常態 再繼續的一個問題就是供應鏈的斷裂 導致通脹的問題 這些其實都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遲曉著金融市場 你覺得接下來的變化會是怎樣? 先說疫情 現在究竟可能講到資產市場股市好 匯市好或者商品的價格好 還有沒有因為疫情突然之間 可能又來了 又有一個新的變種 而為何其實開始有免疫力呢? 即市場來說 首先講講疫情 大家不妨可以看回美國 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後 有兩種最重要的龍頭股 第一種叫做Novafix 第二種是Modella 但是你看看今時今日 無論是Novafix和Nodella 已經由高位一隻跌了75% 一隻跌了71% 所以今時今日的投資市場 已經不再去追究抗疫股了 你看看北非特 在上年的10月份的時間 都已經公佈了 它已經將所有生物科技 或者抗疫股一股不留 全部都清倉了 所以縱使未來而言 還有一些變種病毒也好 我估計這類抗疫股 都不能夠起回這個勢頭 還有大家看到了 西方國家現在採取的是什麼? 與病毒共存的一個手法 所以未來這個反應 應該逐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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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初我們看到 疫情一來的時候 市場都幾大反應 一旦有些封城或者社交限制是延忍的 其實就會對於經濟活動大受打擊 那時候我們就看哪一個國家 可能是控制疫情 做得比較好些 盡快重回正軌的話 它的復甦之路就會快些 去到今年這個說法 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因為正如你所說 其實有很多西方國家 都開始跟病毒共存 亦都沒有壞一些很大規模的禁止 這個新冠疫情來說 它繼續肆虐 但是對於經濟活動的環節 其實不是一個主要影響的因素 反而主要影響的因素 就是供應鏈的問題 供應鏈分開兩方面 第一,供應鏈是物流 運輸方面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各個行業 在上年來說 供應鏈斷裂而做到生產磁湖 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汽車的芯片 汽車的芯片大家知道 上年是令到 譬如說豐田很簡單 豐田已經減少了 差不多四五十萬台的汽車生產 這是一間公司 如果你說全球公司來說 汽車生產在上年 足足有200萬的汽車 是減少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芯片的短結 但是你要記住 芯片的短結是很有趣的 因為芯片的製造者 其實有一個情熱結 或者一個誘因 他是希望他繼續短結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你不短結時間 很多的芯片 你是賣過二人錢美金 過半人錢美金一塊而已 但是如果有芯片短結 外面炒到五元美金 六元美金一塊 所以作為一個芯片的供應商 你想這個問題解不解決呢? 如果解決得到 你就賣過二、過三美金一塊 解決不到 我就賣四、五元美金一塊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是加了很多人為的因素 以及一些團職、居期的炒賣心帶 所以形成這個行業 現在的供應鏈斷結 是有很多複雜化的因素在裏面 聽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就是希望這個情況會舒緩 其實就不太簡單了 最初我們就向很單純那方面想 只要每個國家病毒或防疫政策 相類似的話 可以減低得到 可能突然之間由A點到B點的時候 中間去不到或回不到 這些問題 令到供應鏈有一個平頸 但是如果單純這個因素 又要加上商家的想法 究竟供應鏈舒緩這個問題 是否沒有那麼快可以解決呢 我相信絕對是沒有那麼快解決 因為最重要的考慮點 就是它的利潤問題 在商家來說 因為你看看2021年 有部份的芯片製造商 的確譬如說 因為疫情 有些生產減了一半 而另外有一間日本很大的芯片廠 簡直是因為火灶 火灶之後它收斷了 要重建 但是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形成的 就叫做增多足少 就是說我想製造汽車的量 給真真正正的供應出來的 那個汽車芯片為多 所以大家要搶貨 一搶貨 以前賣過二、過三、過四美金一塊 就去到四元、五元、六元 但是在芯片廠來說 它就希望這件事持續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來講 它不會說 我拿幾十億元出來 突然擴產 一擴產完之後 那我的供應 就可以滿足到你的需求 但是當我的供應 滿足你的需求的時候 它的價錢就下回過二人錢 那我扔幾十億美元 用來擴廠 我能否拿回本呢 是否一個大問題 所以中間是牽涉很多 個人、私人、企業利益的問題出現 所以這方面 我自己相信 不能夠一時三刻大國 我相信 還是在2022年 一直運用到它 可能第三季、第四季都不奇怪 足足是又要再捱貴貨 捱多一年 但是最終受害的 會不會又是消費者 我們都說 因為企業 只不然成本方面增加了 都需要轉價 除了生產商 可能它的利潤就高些 但是中間的環節 需要它芯片那些 每樣東西都貴 然後人工又說要貴 通脹也是難搞的 最初是一個暫時性的高通脹 但其實我們都聽了幾個季度 如果好像Simon所說 又和環球的財金官員 可能說法有些不同的時候 我們又要做多一個盤算 沒錯 譬如說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就是很簡單的看回 美國二手汽車的價格 如果你對應兩年之前 剛剛心肝肺炎開始的時候 其實二手汽車的價格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完全未跌過的 以往二手汽車的價格 每一年起碼跌至15% 因為你買了這個汽車 每一年會下跌 兩年來講應該跌30% 但原來檢查出來 你今時今日在美國買的二手汽車價格 差不多接近你 其實在2020年西津肺炎 發生之前的價格差不多 所以這件事就反映了一件事 新車缺貨 所以新車加價是不斷的 最簡單的例子 2021年Tesla在美國 加價十二次 加價十二次都成功 不斷有人買它 反過來 Tesla在中國 加價只加了兩次 因為為什麼 中國很多的競爭商 都不斷推出這些新車 所以如果人人不加價 你只是Tesla加價 你也有困難 所以為什麼Tesla在2021年 將短缺的新年 大部分供應給美國 讓美國的車輛數目 出更多 因為美國那邊 加十二次價都可以加得成功 所以我覺得2022年 美國這個通脹的問題 很難解決 我相信 就算解決得到 至少到年尾的時間 等到美國 可能加息了超過四次 五次之後 開始令到市場有 枯下的跡象 才開始見到少少的跡象 可以解決 但會不會是真的 變了由通脹高企 演變成有滯脹的風險 我覺得滯脹暫時來說 就沒什麼可能 因為大家要知道 百物同季 一同季的時間來講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在1月份的時間 美國都公佈了 CBI 7.5%的增長 這個是39年 4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而且你要記住 39年前那時候 美國的利息是多少 美國的利息那時候 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是16.5厘 今時今日 未曾加息之前 聯邦目標基金利率 仍然是0.25厘 未來可能要加多4-5次以上 所以這件事 是可以累積 一直令到通脹 在今年來講 廢之不去 仍然是一個高的數字 不過會不會是 愈愈再創新高呢? 這可能就是 需要每一個月再去看數據 不過剛才參文都提到 可能在央行的貨幣政策裏 都需要加一些藥 甚至乎加重藥 加4次 可能才能解決問題 整個進程表會是怎樣呢? 稍後回來再跟三文聊 繼續回到至乎通的股市 自由針 既然剛才我們也提到 有一些問題 其實今年內都難以解決 例如就是供應鏈的壓力 通脹我們有預期要高企 所以慢慢慢慢回落 都說是接近第三、第四季的事 我們都說 要去解決這麼高通脹 其中一個就是 央行去做貨幣政策的改變 預期已經是由很寬鬆、放水 變成現在要收緊貨幣政策 收水和加息 參文你覺得整個加息進程 怎樣才為之合理呢? 以及根據過往的歷史數據來說 進入加息周期前後 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調配資產 如果看一月份 很多家大行 包括花权銀行、高盛 JP Morgan 都認為今年會加息四次 到二月份 JP Morgan 又可能今年加息七次 在各一段時間 還有人說 可能一次過加半利息 甚至乎在上個月的時間 還有人說一加 可能即刻未開會之前就已經加定了 我相信市場上 很多人都在聽這些謠言 在我自己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連續局 是會循步漸進加息 它不會很驚嚇一加 就是加半利息 為什麼呢? 如果你加半利息的意思 你又要回到三十多年前 格林斯潘上場之前的環境 因為歷史上最後的一次 加息加半利是 1988年的8月9日 由1988年的8月9日 一直到今時今日來說 所有加息 只是四分一利 四分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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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聯署局的官員 都認為他們應該進行一個 叫循序漸進息的加息 就不會一次過大幅這樣 令市場震盪 尤其是大家想想 今年什麼年份 2022年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 你想想 鮑威爾是哪一個任命的出來的 鮑威爾是上一屆 特朗普任命的出來 他是屬於共和黨的人 今次今日 拜登是民主黨的人 如果共和黨的人走出來 一加加半利息 你猜 在聯署局裏面其他官員 很多 就是拜登上床之後 他委任了三個官員 全部都是民主黨派的 你想想 如果他真的要加半利息 其他的官員 會否否否否決他 肯定會否否決他 還有今年是國會重選之年 你突然間這麼急速的加息 始終一定很大的震盪 所以在以往看到聯署局的加息政策上 逢進去一個大選年 或者國會重選年來說 加息他不會急進的 所以除非譬如說 今年不是重選年 他有少少機會加息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年加息仍然採取四分一厘 四分一厘 我相信 今年加息五次或以上 應該沒有就算 這個循序漸進式的加息 對市場來說 是否屬於比較溫和些 或者到時預期 金融市場的反應 迴響不會太大呢 如果真的 和你預期一樣 我每次出來都是加四分一厘 其實市場是否可以 有足夠的承受力度 可以頂得住呢 就不要預期說 一加息 然後市場就會很滑 或者塌下來 就未必有這些情況 既然這麼溫和 你看回歷史上 譬如以1988年這樣計算 1988年來說 原住局加息是加了七次 但是1988年 你估計道指是升了11% 每一次加息前來說 可能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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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息不一定是令到美股在一個大調整 當然了 有一個說法就是 美股由2009年升到現在今時今 那個牛市是13年了 美股是一個老牛 就算加息不推倒你也好 起碼來說 加息是會阻止你再上升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年來說 美股的牛氣應該是盡失的了 很難可以重新再上升這個新高幾落 還有要記住一件事 李加息支持來講 有很多其他國家可能採取一個寬鬆的政策 比如說中國 中國現在正在走一個週期的政策 美國加息中國在一月份已經開始減息 所以在這個情節底下來說 不排除有部分的資金 在美股市場流出來的時間 慢慢慢慢流回到亞洲區 部分的資金可能流入A股 廣估這方面說 都可以受惠 既然我們暫時看 加息可能都屬於比較溫和式去加 但是有沒有說要預定一些突發情況 要令到聯儲局由原先溫和的 可能都要變成激進呢 會不會說是 其中一個假設就是 除非疫情的反彈真的太過誇張或者是失控了 還是會有什麼波折 會令到聯儲局由原先大家覺得它的循序佔進式 會有一個突發的180度改變 在這個問題上 我希望大家首先不要只看這個問題 首先看一看就是 你打入聯儲局的官網 FOMC 它有一個網站 你首先要明一明白 聯儲局的權力在哪裏 聯儲局的權力就是美國國會賦予給它 而國會賦予給它的權力之中 最重要是有兩個mandate 第一個mandate 聯儲局必須要為美國的經濟或者就業來講 盡量推行這個政策 可以做到最大的就業率 這是第一個mandate 第二個mandate 你必須要維持一個較為穩定的息率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突然忽上忽下忽下 所以在美國國會賦予聯儲局的權力 這兩大的條款底下來說 我不相信聯儲局有什麼大幅加息 或者突然間加完息之後 沒問題 一聲他又減回息的可能性 這個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如果你有熟習得到 以往的三四十年 聯儲局加息的步伐 每一次你看它的公告的時間 你自然明白它的 idea 它在操控利率的時間來說 都是趨於一個叫做高透明度 和穩定性減息或者加息的步伐 所以不需要太過驚聲 突然間出亂子 聯儲局大幅加息 記住聯儲局可以大幅減息 試過一次一減 減了三次 即是0.75厘 但是一次過加0.75厘 過去這四十年 我記得都好像沒試過 不要說四分三厘 就算半厘也試過一次 就是1998年一次 在這三十四年之內 每一次加息都是四分一 四分一 四分一這樣進行 這就是要管理大眾的預期 我們經常都說 除了是主席的言論之外 你見到有決策 有得投票的委員 其實經常都有些口風透露 令大家都是略之一二 或者有時看利率期貨 都反映得到 其實加息的比率 或者加息的幅度 機會次數 大家好像都心中有數 三明你覺得這次 美國一旦啟動加息 香港會有些什麼 就是應對 可能頭幾次兩三次 都還未必會馬上跟 根據過案來看 去到什麼情況下 香港先要跟隨 如果我們譬如說 根據四年前 剛剛特朗普上台的時間 美國都進行了一個加息 都是由鮑威爾親節操作 但是在上一次的週期來說 美國我記得加息 是加了差不多六、七次 但是香港這方面 好像只是跟了一次 所以今年我預期 如果聯儲局 美國聯儲局加了五次息 在這個香港的利率 我們都不需要理會 香港這方面 由於水分是很匆匆 所以不需要立即跟隨美國 當然 當它加了第四次 第五次之後 香港的利率 應該是可以跟隨 所以 初初那兩三次 都不需要太過擔憂 初初那兩三次 可能是美股市場 還是港股市場 其實那個波動上 都未必真的會很強 的確是 尤其是我剛才說到 始終香港是現在跟A股多些 中國現在走一個逆週期 你看到一月份 它的減息減了十個基點 所以如果美國就算加息也好 由於有中國央行這方面的利息把關 所以在香港方面來說 是不需要逆步逆趨 跟著它加息 我相信 香港的加息的可能性 起碼要去到第三季 或者第三季的季末 開始才要考慮這個問題 暫時來說 不需要太過擔憂 自己嚇自己 大家都可以定下少少 不用說 每一次一聽到加息 兩個字就會覺得 哎呀大禍臨頭 或者是覺得是一個 洪水猛獸 聽完Simon的講解 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少少 但究竟今年港股 A股和制美股 在第二季之後 發展會是怎樣呢 和去年會不會重新執位 去年跑最後那些 今年有機會跑好少少 去年跑贏那些 今年可能又會暖一些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Simon聊過 剛才也說了 有部份未必一定是在香港上市 但講過的 某一些股份有沒有持有 Simon 剛才講的股份暫時未持有 謝謝 約定大家下個星期的 智庫通股市自由針 再跟Simon、林家興一齊分析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